大家都看过电影版的火星秀源,对于这本小说可能看过我之前的文章也有一定的了解,但是这次,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真实的消息,如果我告诉你,人类最快七年后,将会踏上火星,你相信吗?是真,还是假?说实话,我也认为不太现实,这句话并不是我说的,但是这句话是伊隆马斯克·阿伦·马斯克说的,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,大致说一下时间线。 去年,马斯克代表他创立的SpaceX,首次宣布了火星殖民计划Making Life Multiplanetary让人类成为多星球物种。 美国时间2017年9月28日,SpaceX的第一枚火箭猎鹰一号首次成功发射的八周年纪念日,马斯克向世人宣告,火星殖民计划的初步蓝图已经设计完成。 当然,登陆火星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也不是说说就可以的,我们不妨拭目以待,真实版的火星救援,火星救援,给我的感觉是真实。 可诺蒂,从主角分析的事情来看,火星生存的条件,需要氧气、水、食物,另外我加多个希望,他相信有人会救他,他相信眼前的苟且只是暂时的,还有诗和远方。 这些希望让主角活了下来,另外主角强大的拆解问题能力,我们不妨用在这里看看,需要解决什么问题。 第一步,如何把多人飞去火星,我们有BFO,简单来说,这东西可以在空中加油,软极火箭,一极给二极加油,一极继续回去地球补充能量,再给二极加油,并且马斯克透露,已经开始建造BFO火箭制造场了。 第二步,探测风险,完成基础建设火星的情况很复杂,看过火星救援都知道,理念是没有氧气的,而且环境很恶劣,所以需要先确保安全,然后完成基础的建设。 所以第一期的火箭,不载人,使用自动化程序,让机器人自动踩点,里面包括太阳能电池板,采矿设备和生命维持设备。 第三步,建造燃料工厂,基地如果以上条件都成功,接下来就是这一步。 载人飞行,这批人将在火星上,建造第一个燃料工厂,和各种基地。 如果这批人能成功,未来的火星是这样的,或者是这样,科技真美好,火星救援让整个火星呈现在你的面前。 那是一幅巨大的星图,不管它如何真实,毕竟是科幻小说,但是它给了我们一个梦,如果以上计划可以成功,那这个奇迹,在我们未来的十年将会看到。 说实话,生活在这个时代,能够在有生之年登陆火星,也不枉此生了啊。 最后感叹一句科技真美好。 科技真美好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